关闭疫情下,虚拟职业展已成为了新常态 由网络求职平台首次融入线上面试环节 让求职者直接同雇主进行面试 虚拟职业展开放首日已收到了超过3000份的工作申请 雇主也完成了超过1000个线上面试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通过屏幕,面试官同求职者直接交流 互相了解对方的需求 近50家公司参与这次的虚拟职业展 并提供来自酒店与服务,物流和通讯业等超过4000个酒业机会 设立在先驱单选区内的这个就业站 旨在帮助居民寻找工作机会 而求职者也能在场参与虚拟职业展 虚拟的职业展开始渐渐被接受 也是越来越受欢迎 主要的是因为这模式在疫情当而让更多求职者 可以安全距离地参与我们的职业展 也能让例如海外在外国的雇主容易参与这些职业展 郑德元指出,先驱区的居民与专业人士 经理执行人员和计时居多 因此对虚拟职业展和网上面试的接受度比较高 文理区则有比较多的兰岭员工 他们还是会选择参与实体的职业展和传统的面试模式 新传媒新闻记者,红宝林报道